出動無人空拍機大聲廣播 提醒民眾注意水域安全必要時 還會空投救生圈 隨著暑假到來汐水民眾越來越多 三十二新北消防在三峽大暴溪 舉行科技防疫演練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親自到現場 慰問民間救生單位 因為過往大暴溪 每年都有將近十人溺水身亡 但隨著近年來科技設備更新 已經達到連續六年零死亡 四月就進行我們各項的水域安全的駐點 那在冬季也有針對海域的部分 那一共呢每年動員僅消七千五百人次 我們的志工有一萬五千人次 大暴溪全長十七公里風景優美 即便當地溺水事件頻傳 依舊不見民眾熱情 為了減少傷亡意外消防局 也規劃設置安全細水點 包括東眼橋 鴛鴦 古蠢 山谷等 十一格熱門烤肉區 每個點至少都有十名救生員 在旁暗巡也讓民眾直呼 真的比較安心 如果泥水的話就會比較有 就會有人會幫忙救我 因為消防單位也與中央氣象署 合作透過強降與細胞 廣播系統發送溪水報章檢訊 讓溪水民眾提前遠離溪邊 確保安全 水混濁還有啟頭水到的時候要趕快 趕快離開水溢 不要在那邊想說要搶救什麼 不需要趕快人走人就趕快走人 暑假下來大爆漆今年截至六月三十號 已經發生八起溺水事件 但好在都沒人傷亡 全靠民間救援團體即時支援 不過還是得提醒民眾 天熱玩水之餘也別忘了安全第一 近期文章信志張警察財統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